红色条纹上衣搭配脸帽外套 男性炎雅伦一生休闲扮相 为合作三年的隐形眼镜品牌拍摄平面花絮 这也是他过年前最后一个工作 炎雅伦笑说 其实他已经休息好几个月 好让自己能回归平静 也享受了我自己打电动 然后旅游 然后跟朋友聚会的这些生活 然后在脸书跟一些有的美的人聊天这样子 这是以往很少可以有的闲的时间这样子 经纪公司华妍日前举办尾牙 同门师姐一比Selena邻军众艺人参与 却独独不见炎雅伦的身影 本事不经揣测是否遭冷冻解约等 对此炎雅伦做出诚心 我没有因为我跟我们董事长蛮熟的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也不敢啦 没有啦因为公司就是原本也有邀我去 然后但是我真的很想就是好好的放松 因为我知道我在尾牙之后的那个时间 我就有包括订装啦读本的工作 所以我想要好好的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 被网友冠上言批先知的严雅伦 经常针边时事发表意见 甚至怒呛电视台式血汗工厂 在新的一年他依旧不停歇 预告会持续有惊人言论 我每一年都会有 大家敬请期待